词曲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雨林,欢迎来到《寻经问道》 这个礼拜本来应该是圣诞新年的假期 说好是不做节目 而且我这几天真的完全没有看新闻 没有听这些评论 没有上网去看任何最近的消息 想要过一段很清静于世隔绝的岁月静好的日子 可是也没能忍住 就在群里面看到了一些消息 在刷推特的时候稍微看到了一些消息 所以就有一些感想想要跟大家说一下 也比较随意,比较随便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希望张寻也不要介意 就是关于川普 他就公开说他打了第三针的疫苗 而且他说我必须要诚实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那很多保守派对他是很失望 我也看到那个Candice Owen 一向来是他坚定的支持者 就在替他说话 说他是受了主流媒体的影响 这个川普一向来都说主流媒体是fake news的 为什么Candice Owen却 就一面是在替川普说话 可是我觉得变成是在贬低川普的智商了 认为川普是被主流媒体所误导 说他没有其他的渠道去知道更多关于疫苗的信息 所以才会这样子 后来又看到好像有另外一个访问 访谈是有保守派在攻击川普 那我真的没有看这些访谈 我这几天真的是很out of touch 可是呢还是关于川普我是有一些感想啦 想跟大家说一下 第一呢就是我个人他那个时候去打了疫苗 后来也听说他打了加强针以后 我确实是挺失望的 因为我个人对于疫苗的态度很清楚 我跟林医生做了十集关于这个疫情和疫苗的节目 在北美保守评论那边 在新加坡这个疫苗政策底下呢 已经百分之差不多有百分之97的可以打疫苗的人 就是不包括小孩子啊 可以打疫苗的人都已经打了疫苗了 而我是那个百分之三都一直没有打 那么为了这个坚持 我承受了很多很多的不方便啊 真的是日子挺难过的 很多地方都不能去 那可是我还是坚持守住 那所以而川普呢他都已经得过新冠了 所以都应该有免疫力 他不但只去打了第一二针还打了第三针 那我觉得是挺笨的 可是起码我有听到他说 就是他不赞成强制 那其实我也是不赞成强制 而我身边有很多我认识的人都去打了疫苗 那怎么样不跟他们做朋友吗 不是啊我们要我们是要支持每一个人的个人决定 尊重个人的决定 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 川普虽然我觉得他挺笨 可是我觉得他没有违背或者出卖保守派应有的立场 他没有去赞同这个强制 那可是呢 我觉得大家对他有一个期望他没有达到 就是说他没有站出来说一句公道话 尤其是很多地方他的强推疫苗政策底下呢 就是很多那个公务员 医务人员 消防员警察 他们必须要丢了工作 他们被辞退 而且连失业救济金都拿不到 那这个做法是非常非常的不合理 大家可能会希望川普起码在这种问题上面 替这些人说一句公道话 而川普没有 那为什么对他有这个期望呢 第一他一向来是站在普罗大众这一面来说话的 就是说现在我们都知道是精英阶层 他们要推动新世界秩序 全球化 全球化主义 这些都是由精英们在推动的 而川普呢 是站在精英的对立面 他其实本来自己也应该是精英的一份子 可是他却站在普罗大众的这一面 来抵挡这个全球化浪潮 那所以呢 我们就对他有这个期望 就希望他对于这种不诚实 不公益的疫苗政策来说一句公道话 而他没有说 那我觉得我确实是有失望 我对他在这方面是有失望 可是我另一方面我们要理性的想 他没有义务 一定要每一次都站在我 我这一边替我说话 说出我的心里话 就因为他已经说了很多很多符合我的想法的心里话 所以他必须要在以后的每一件事情上面 都说符合我的想法的话 其实我没有权利这样子去要求他的 只要他没有说背叛保守主义原则的话 其实他还是自己人 他还是站在保守主义这一边 他还是Mega Movement里面的一个坚定的带领者 那可是为什么在这个疫苗政策方面 他似乎真的表现得又软弱又糊涂呢 我觉得我的分析啊 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大家有没有看过他有一个 应该是在他三十多岁的时候 接受的一个访问 在访问里面 距离现在就是好几十年 三四十年这样的一个时间 他当时已经在说 美国在面对中国 面对国际上面 做冤大头做太久了 美国的这种外交政策是行不通的 所以呢 我们看他 他在白宫的四年里面 他的什么政策最令我满意啊 我个人 我对他跟中国打的贸易战 虽然不是很完美啊 在这个进度上面 有进有退 可是总的来说 他是要求公平原则 他不是要对付中国 他是要实行公平原则 这个做得很对 很好 他对北韩 北朝鲜 他的俄罗斯政策 他的那个 尤其是中东政策 他都做得很好 他用这个common sense 来做符合公义的事情 那结果大家有目共睹 还有他对抗恐怖分子 他的斩首行动 和把ISIS完全铲平 所以他在任的时候 这个恐怖分子 根本都躲 都躲起来 躲都来不及 根本都不敢出来闹事 所以他的种种的 这些政策都做得很好 就从他年轻的时候的访谈 就已经可以看到 还有国内的这些税 减税的政策 刺激 那个manufacturing 制造业的这些的做法 废除很多很多的 regulations 很多的那个 政府的管制 这些做法都刺激了经济 这些是他长期的观察 和长期他已经心里面 有一个蓝图 如果我做总统 我要怎么做 所以当他真的成为了总统以后 他就真的把他长期的观察 研究和他的一些经验 做生意从商的经验 就付诸实行 那是很不容易的 因为他面对很多的攻击 又有通俄门调查 又有那些弹劾 所以他在种种压力底下 那么多的攻击底下 他把他长期的政策都落实了 那么这个呢 他是可以抵抗压力的 就是说因为他胸有成竹 他知道这样做是对的 无论有多少人来反对他 有多少的说客来告诉他 不要这样做 有多少的那种advisor 专家去告诉他 你这样对中国是错的 你这样对待北朝鲜是不对的 你不可以在中东做这样的事情 他们不听的 他们一定要好好谈 他不听 他知道自己在做的是什么 所以他就胸有成竹 他就顶住压力 他也不受主流媒体的影响 他也不受那些专家学者的影响 可是新冠不一样 这个新冠疫情 不是他20年30年前就已经在想我要怎么做 这个是2019年突如其来的一场 一场疫情 我现在我不管他的来源是什么 是故意研制出来的也好 是意外泄露的也好 是什么 这个已经有很多人在谈过了 不在这里谈 问题就是说这个是川普和很多很多人都意料不到的 所以他不像其他的这种 他的能源政策 他的外交政策 中东政策和国内的经济政策 这样子 他是了然于胸 他知道该做什么 这个他必须听取意见 而且要听取谁的意见 他那个时候身边有谁 有Fauci 还有那个每天绑着一个不同围巾的Dr.Scarf Dr.Bert 他听这些人的意见 那还有很多其他不同的声音 所以在这个如何控制疫情上面 他一开始是做得很对的 他马上有一个travel ban 他禁止中国的航班 被人家骂的半死 可是他还是坚持要这样做 他还说了一句很正确的话 就是不要让这个应对疫情的措施 比疫情本身还可怕 这句话说的太对了 这个现在完全就是这个样子嘛 所以一开始他还是用他的常识 理性良知在做该做的事情 可是这件事情本身真的不是他非常了然于胸的事情 所以他很容易就会受影响 在看到听到消息 有多少多少人死了 有多少多少人进医院 ICU怎么样 ICU怎么样 所以他就动摇了 我们看到他真的是一个很诚实 很勇敢的人在知道不该动摇的东西上面 他有天大的压力 他都不动摇 可是在这件事情上面 他没有这么大的 没有这么大的把握 完全不是他的强项专业 这个领域 所以他会动摇的 他如果受到了一些专家的影响 药厂 媒体 不同的医生 还有他的家人 他的朋友 个人都来劝他 来劝他 而他动摇了 这个我觉得很正常 毕竟他是一个普通人 他是一个比一般人 可能比我们一般人 更有勇气 更有从商的经验 更多资源 更大嘴巴 这样的一个人 他有他很强的个人影响力 领导力 可是他毕竟还是一个普通人 所以在这个疫苗问题上面 他可能真的是动摇了 而且他也有一个personal ego 就是说他个人的一个自尊心和面子 因为这个疫苗毕竟是他推动的底下 加速进行而研制出来的 所以是跟他有直接关系的 那出于种种原因 其实当初他要推动去研制 研发这个疫苗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是很不赞成的 就是他很多政策我都很认同 可是他的这个疫苗政策 我是不认同 你都知道呛路魁 是可以有效的 你自己病了 也得了新冠 你跟你的家人都得了新冠 很快就治好了 所以这样的一个疾病 根本不需要去加快来研制疫苗 可是他这样做了 已经我觉得是错的 这一个已经是一个错误的开始 然后呢 可能他就继续错下去 他也不想在这方面认错 在左派的这种虎视眈眈面前 在很多保守派的质疑面前 他出于面子 出于软弱 出于无知 出于盲点 他在这方面就是继续的 就是坚持他原本对疫苗的支持 这个很正常 所以我们要看待川普 他就是一个很普通很普通的人 现在这个全球化的浪潮 真的是真的是很巨大 我们如果要指望什么人带领我们 来对抗全球化的浪潮 我们不能指望某一个人 川普已经做了很多 他唤醒了很多很多的人 他也敢于抵挡这些精英 跟精英们叫板 跟主流媒体去对抗 他已经做了很多很多 而在这一件事情方面 我觉得就是看到 他真的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普通人 我们不应该把期望 不当的期望放在他的身上 容许任何一个人都会犯错 他甚至可能继续错下去 那我们要对抗全球化浪潮 唯一的依靠其实就是上帝 因为这个全球化浪潮 他真的是太广太大 那个资源力量太大了 我们在政府各国政府面前 我们都是那么的渺小 如果不依靠上帝 而指望去对抗全球化 你能指望谁呢 你看连川普 他也不就是表现得那么的普通 在这个问题上面 在其他问题上面 他表现得很好 可是在这一个问题上面 就看得到他就是一个普通人 所以我们唯有只能依靠上帝 然后在依靠上帝的这样的前提底下 有任何的原则 我们觉得是正确的 我们就坐在自己身上 而不是去要求川普 他承载了所有我们的期望 所以这个是我对他的看法 我不认为我是川粉 我真的不是 因为有很多他所说的话 他所做的事情 我真的是不赞同的 可是我们要理性看待问题 川普做了很多 唤醒了很多人 他的勇气是 我现在所看到的人里面 其中有最大勇气 最诚实的一个 可是这些全部都是有限的 只有上帝是能力无限 只有上帝是我们的依靠 所以我们依靠上帝 我们自强不续 对于川普继续的 对于川普和对于疫苗 对于任何事情 我们都要理性看待 好吗 这个就是今天跟大家简短的分享 好 那祝大家新年快乐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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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